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可以点赞评论转发一键三连 那如果你能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了 比心 好大家好我们是腰家金融 那最近就有几只股票就回流在到港高所上市的这边 那今天就可以跟大家去介绍两次公司的 一支就是这个天润云 那它的那个股份代号就是2167 那它的交股价就是每一手的交股费就是2797.9 那另外一支就是叫这个涂鸦智能的 那它的股份代号就是2391 那每一手的这个日常费就是大概4600多块左右的 那今天可以给FSUKI给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子吧 对的那现在这两支呢都是SARS公司来的 那我们可以一支一支来看 那首先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一个天润云 天润云的话呢是昨天就已经开始招股了 然后中金这边呢是独家保健的 那其实这一家公司呢看着它业务的介绍又说是提供原生客户联络解决方案这些 那其实这一个简单来说呢就是做一个云上的一个客服业务 那如果我们看它的这一个就是在它的收入这边划分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简单理解为呢 现在呢就是一些客户服务的工作 我们就可以把那些数据啊或者是通话保留上云上面 那云呢现在就是分为公有云以及私有云 那公有云的话呢就是像普通的这些中小客户啊私企啊国企啊 那都可以把与客户联络的这些备份呢放到云上 然后私有云呢它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私密性会比较良好一点 那就可能会适合一些比如说是国防啊 或者说是有重要机密的这些客户去使用的 那这一家客户这一家公司呢它独家开辟了 就是把这个公有云呢然后就划分成了一些小部分 然后专门划给了私有云使用的 所以这边呢在公有云这一个业务里面啊 就独家部署了一个叫虚拟私有云 也就是它招股书上面写的VPC的这一个业务 就直接好像我们可以理解为画了一个小单间 然后给一些稍微那些客户的重要性比较高一点的客户来使用的 那这一个呢就是公司的这一个 它对于业务的一个简单的划分 那如果我们可以再看一看啊 它就是举了一个例子 说比如说对汽车制造商正面提供了三种的解决方案 那可能说是有注册过内地那些 包括说像汽车啊或者是外卖啊 或者说各种那些有客服会联络你的 那应该都会使用到他们这些的服务的 那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一下 第一个就是智能联络中心解决方案 那麦卡之前应该也有试过 就是说注册一个好像说小鹏啊 或者说你有的那些APP 那注册完之后立马就有人打电话给你了 其实就是这一个业务的 哦都是他们这个 对对你输入进去之后 它立马就是那一个系统直接就拨打电话给你 然后有专门的就是客服的席位去接听了 就是这个业务 对那第二个远程作息解决方案 就可能说有一些AE啊就好像经济那些 然后他可能说人不在办公室 那就可能在他的手机啊 或者说移动设备上面 装一个APP 然后就可以通过那个APP去联络一个客户 其实就是这麽简单 那最后一个contact bot这一个 这一个就是像我们普通理解的那些人工客服 就是自动对话的那种人工客服来的 那公司呢 它其实就是提供了这三项服务的 对那如果我们可以 所以现在来看一看呢 如果说基于这些云上的客户的解决方案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下面有四张图 第一张图呢 就是把客户联络的解决办法分为了云上 或者说是实体线下 或者说是电话联络这些的 那如果在云上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增速啊 也是比较快的 大概呢 都是会保持了20%的增速 但是这一个市场的规模啊 好像看起来并不是太大 人民币算呢 也是大概说是125亿人民币左右的 对那第二张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把这些云上的服务啊 我们分为公有云以及私有云 那公有云的话呢 就是普通的客户来使用的 我们看到下面就是颜色会比较浅一点的 其实在2022年呢 这一个市场的规模呢就更小了 大概是只有51亿人民币的 对那如果下面可能说再拆分一下 把这些就拆分成了当时说的普通的SaaS 或者说是一些私密性比较高的VPC 那我们其实看到这一个蛋糕啊 就是越来越小了 那最后就会看到一些就是说 公有云客户一般都是会服务一些什么客户呢 那就比如说最大的啊 是一些科技的客户 比如说好像是美团那些啊 会有客服去联络 那还有零售啊 保险啊 教育啊 这些都会有涉及到的 对那如果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呢 公司它的年收入啊 大概是上一年的话呢 去到4亿人民币 那所以他自己也说 他其实在这一个市场的占有率啊 大概是去到了10.3% 好像比较大 因为他这个市场真的只有 今年就才有51亿 几十亿而已 对对对 而且我们看到其实第二名的话呢 就是这一个清流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那其实他们的这一个市场份额呢 相差也并没有太远的 对的 那其实这一个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在一些啊 就是我们可能所说的后台系统 就可以直接跟客户联络啊 所有的信息都能看到啊 就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CIM系统就是了 那如果说客户 他最大的那几个客户呢 截止到上一年年底呢 就看到是太平洋保险 然后占到了他收入的大概8个% 然后字节跳动也就是抖音的母公司这边占到了有7.3个% 那后面呢发现是会有两家是教育公司的 所以这边的话呢 他在上一年的那个收入的表现呢 其实会有点差的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来详细看一看公司的一个收入的 那这个公司的市值是会比较低的 最高定价的话呢 其实才24亿港币这样的 然后他现在呢 这一个毛利啊 大概是去到45%左右 那其实呢 如果说我们看一些SARS公司啊 他那些毛利如果不去到六七成的话呢 其实看起来都是会有点偏低的 对对对 那如果看再看这个净利润这边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20年的时候 他其实净利润表现也不差的 大概一年的话呢 都有7000多万的收入 那其实SARS公司很多都是亏损的 他这边如果有一点盈利 其实也算OK的 但是在21年的时候呢 其实因为有损失了 比较多教育的这些大客户 所以这边的话呢 收入的表现也是一般般 而且这边他的研发投入啊 其实一直在保持一个高速的增长的 那占到了Topline这边呢 大概是去到了13.5% 这边净利润呢 大概才去到不到1800亿的 对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他PE如果这样算的话呢 就已经是超过了100倍的PE了 那如果看PS的话呢 就可能说大概5.8左右 那可能就是比威盟这些 稍微再贵了一点点这样子 对那如果我们说 看一看收入的拆分 那主要呢 还是说是那个普通的客户 就是SARS解决方案这边 那占到了他收入呢 大概是92%的 那一些私密度比较高的VPC的话呢 只有占到了大概5%左右 就比较小的 对对对很小的 那这些的话 其实在2019年呢 这些VPC业务呢 它的GP margin还是比较高的 大概去到了72% 但是要留意的是啊 这一个业务其实是2019年才开始做的 所以那时候其实只有一个客户的 对那到后来我们看到啊 其实他这个SARS跟这个VPC的毛利 其实差的也并没有太多了 嗯就就只有大概5%左右的 对对对对那如果我们再看一看呢 如果说看单客户的收入啊 那当然是这些VPC的这一个客户的收入 是会比较高一点的 那可能呢也有一部分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计价的方式会有点不一样 因为好像SARS的话呢 它是按服务收费 可能每年都会不断地去给你产生收入 但是这一个VPC呢 它是一次性收费的 就一次性就book到入账之后 可能再给你提供大概12个月的 那一个后续的维护的服务 但是那一个呢就是是免费的 所以它一开始book书就book到了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SARS的话 它如果单客户的话呢 大概每一个客户啊 去到15万左右 那21年这边呢就是倒跌了 大概才去到14万不到 而这一个VPC这边的话呢 每一个客户的收入啊 单客户是会比较高一点的 到21年的话呢 都是去到了差不多有88万收入这么多的 对那如果其他的话 我们可以再看一看啊 公司在这一个财务的表现这里呢 其实大家都是会比较担心说呢 一个教育业务在后续 会不会再影响它的这些收入的 那如果我们再看一看 它这些股权架构的话呢 股权架构这边呢 发现它这一个公司呢 这一次是拿了四分之一出来 给公众来认购的 那大多数呢 其实我们看到还是有他们的创始人 自己就拿走了 那这一次的基石呢 就大概拿了7.5%左右的股份 那主要就是一个澳洲的一个资管公司 PKAT的这个公司 那还有声网 这一个是美股上市的一家公司 那个股票代码是API这一个的 那其实这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API这一个 它在美股这边的走势也是会有点差 那到年初到现在呢 也有跌了差不多六成左右 然后它现在的市值呢 也是大概是7亿美金左右的 那这一个就好像走的是有点差的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去对标一下 就是说看看市面上 有没有可靠的公司 就可以做一个对标 那其实美股这边呢 就有一个59这一家公司 也是专门做这些云上客服的这一家公司的 但是这一家公司呢 它上市的时间是会比较早的 14年的时候就已经在美股那边上市了 那在20年的时候呢 这一个股价就可能说是市场热情会比较好一点 那当时股价的话呢 大概从50块钱就升到了211 对SaaS公司的炒作也是比较厉害的 但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股价是腰斩还有多的 现在是市值的话 大概是61亿美金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股价也是大概去到88左右的 那如果我们看一看这一家公司 其实可能说两家公司对比起来 59这一家公司有一点不好 就是它还是亏钱的 跟普通SaaS公司一样 但是它这一边赚钱的能力呢 是比我们现在这一家公司好的 它一年呢是收入美金 是有收入到6亿美金的 那所以这一家公司呢 它的PS是会比较贵的 大概是有10倍左右 而我们今天这一支呢 是只有大概5倍的 但是如果说看一些营运的指标 比如说GP margin这边的话呢 那这一家59的公司呢 是稍微来说会比较好一点的 Q1的时候呢 这个GP margin呢 也有61%左右的 那所以总体来说 我们看这一个天润云这一家公司 可能说在市场就是不太热情的情况下呢 SaaS公司的炒作空间相对来说 是会比较少的 而这一家公司现在赶着上市呢 我们也可以留意到 其实它现在账面的资金呢 真的是不多了 那现金还有它的等价物呢 大概只有6000多万 然后可能是烧钱 都根本都不够它烧 而且如果说我们这一次看它 募集资金的话 大概是挤到了6亿多 那可能有十分之一的话呢 都已经是拿去给了上市的费用了 对所以这一家公司呢 可能就是资金面的话 稍微是会比较紧张一点的 对那剩下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涂鸦智能这一家公司 涂鸦智能的话呢 它其实啊之前大概是上一年3月的时候 在美股那边就已经上市了 那上市当天呢 是升了大概有20%多 当时的市场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 但是如果我们来看一看 它上市到现在的表现 会看到它的市值跌去了九成 那当然也是一个中概股来的 可能是说受到了就是一些监管政策啊 或者说一些就是中美这边 这边的金融的摩擦 但是呢 如果我们说来计算一下 它现在的两边的市值的溢价情况啊 我们可以看到美股这边呢 那大概是两块五美金左右 那如果按同样的这个股份的数量的话呢 它那边的市值如果花为港币的话呢 大概是110港币 110亿港币左右的 但这一次呢 如果涂鸦智能按上限定价的话 它的市值是会去到130亿港币 就是说还贵了大概有19%的 所以这一个情况 不如在美股买 对对 我不如在美股买 对那这一家公司它其实这一次啊 它的上市的意图 并不是说拿来集资的 因为它只是拿了百分之一点多 出来募集资金的 然后就可能就随便拍一点点就行了 而且这一次呢 这个涂鸦智能呢 是没有基石的 对那这个涂鸦智能 它如果说有一些基本的点呢 就是它当时在美股上市的时候啊 宣称是AIoT第一股来的 那包括腾讯啊 Hughhouse啊这边啊 都是有份投资的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公司的一些业务的情况啊 如果说简单来理解一下公司的业务呢 它主要是布局了智慧家居以及智慧商业两个领域的 那智慧家居呢可能我们理解的就是好像是小米的那一种智慧家居 就是说全程的遥控啊 然后可以帮你开空调啊之类的这些 然后呢如果说是智能商业的话呢 就可以为一些商业的那些公司呢 可能说布局一些门禁的系统啊 或者说一些智能化的系统控制系统这样的 对那公司的主要的客户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网站上面的 它服务的领域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包括是像照明啊 除电啊 电工啊 家电啊 清洁机器人啊 差不多所有都会是有涵盖的 那如果品牌这些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康家 然后方泰厨卫啊 西门子啊 其实我们去到他网站看 发现是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客户的 也算是有名的客户吧 对对对 都是一些比较大的客户来的 那如果我们看一看呢 他这一个公司啊 其实主要呢 还是说是物联网PSS这一个公司的 那如果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物联网PSS呢 主要是分为了智慧家居以及智能商业 就是我们公司现在布局的一个业务 还有一些智慧产业 那智慧产业呢 就好像说把一些传统的产业 把它上云 然后有一些智能化的服务这些 那如果这两个市场划分的话呢 其实智能产业这边的占比呢 还是会稍微比较多一点的 那我们看到在2022年 对于这一个市场的规模的预测呢 在智慧家居以及商业这边呢 大概是377亿美金左右 而在产业这边呢 大概是会有690亿美金左右的 对那如果说我们看 公司现在的市场份额 那它如果说是关于物联网PSS这边呢 它占比呢是第一的 大概占到了14.9% 但如果说我们看这家公司 如果说有没有横向对标一些其他公司 那应该对的 如果说最贴切的说是说 小米那些智能家居呢 有数可以给我们看的应该就是海康威视下面的一个银食网络了 因为这一个它也是主要布局一些智慧家居这边的 那银食网络的话就可能说它有一个优点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好爸爸 就海康威视那边会不断的输送客户给它 但我们看设备的接入台数啊 银食这边是会比较少一点 大概1.2亿台左右 截止到2020年的年底 那涂鸦智能这边呢是会多一点大概有2亿左右的 但其实我们看到啊 盈利模式这边呢 两个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 那银食网络这边呢 主要提供的是SASS这边的服务的 而这一个涂鸦智能呢 主要是PSS这边的服务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银食网络这边的毛利率呢 是比涂鸦智能要高得多 因为这边一个80 一个34%左右 那虽然说现在可能升到40%多了 但是还是会有一定的差距的 而且的话呢 银食网络主要还是以 可能说是摄像头这些切入的话 它的一些布局呢 可能还是会顺利的挺多的 对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公司的这一个财务数据啊 公司呢 还是一个亏损的公司来的 那在2021年全年的话呢 经调整之后啊 还是有亏损大概1.1亿美金左右的 那这边收入的话呢 也是大概是去到3亿美金左右 那整体的这一个毛利啊 是大概去到了42%左右的 那公司现在还是一个比较重研发的一个公司来的 那研发投入呢 在上一年全年的占比是大概去到了60%不到 但在21年的话呢 一个季度的收入呢 就只有大概是5500万左右 那这边公司也有解释啊 因为在今年的上半年呢 全球的通胀啊 削弱了终端客户 它的那个持续购买的意愿 但是总体来说呢 物联网PS在这里呢 也是占了它收入的大头的 20年的时候呢 大概是占了84% 21年的话呢 也是占了有86% 而今年第一季度的话呢 倒跌就跌了 占了大概是76%左右的 那公司的话 如果说我们看它的这些啊 毛利的话 哪一个最赚钱 那当然还是SARS业务这边是稍微来说赚钱一点的 JR margin呢 是会大概去到了73%有多 而占比最大的这一个物联网PSS这边呢 它的毛利呢 就跟它整体的差不多 就是大概42%左右的 对那如果我们看的话 公司它这一个业务的驱动啊 还是主要靠这些物联网PSS客户来驱动的 那如果我们看呢 属于这一个物联网PSS这边的客户啊 它是到上一年年底呢 也大概是有5500多个的 那其实这一个增长也不慢 大概是有60%多的一个增长 那包括一些优质的PSS客户呢 其实它的增长呢 也是会比较迅速一点的 但这一个公司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在这一个客户的留存这里 如果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个是它给出的一个优质物联网客户的这一个数据的 那如果我们以收入来计算的话 就大概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年性 就是以上一年客户的base来看看 今年到底那一群客户贡献了多少 那在第一行这边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 在第一到截止到今年的QOTA1这边呢 大概的年性也是会OK的 因为收入的增长呢 也是会有大概122%左右 而这些如果我们看到啊 就是数量客户 也就是说原有的那些保留客户群体收入的贡献 我们看到年性呢 其实也是OK的 大概是去到了90%左右的 就年性也是会OK的 所以它这一间公司呢 主要就是靠签多一点客户 然后稍微提高一点客单价 来保住它的TOWLINE就好了 对那这一家公司呢 它其实如果我们再看一看它的股权呢 大概是有33%左右呢 都是它创始人自己拿的了 那这边创始人 其实它的领导的班子啊 都是一些9988 就是说阿里巴巴这边出生的 还有一些读董呢 是京东那边出生的 然后这个NEA这边呢 其实也是由巴巴那边 本来的原始的员工 然后做了一个投资的基金来的 那拿了大概有21%左右 然后这边就看到腾讯之前 在美股上市之前 就已经拿了有10%左右的股份的了 那公众这一次呢 就只是派了1.26%出来的 对那我们可以看到 之前的话就是执行董事这边 就王学吉啊 他就是阿里巴巴这边出来的 创造了这个QR Code 然后还有这一个陈先生呢 也是阿里云 以及阿里巴巴O2O业务 这边之前负责运营的 那所以这一家公司看起来 就好像是阿里就一群 创一群那些员工 然后出来单干 阿里的银子股这样的 对对对 但是可惜的就是 在美股那边的股价呢 就是真的是走的会比较差 而且这一次呢 还是要比美股那边更贵来定价回港 所以说可能市场的受欢迎程度呢 也是一般般的 对对对的 那今天很感谢Suki的分享 那今天就这样了 谢谢 好那以下最一个风险声明 内容乃基于本公司认为 可靠的公开资讯而发表 本公司不保证该资讯的准确性 以及完整性 股票价格可升可跌 甚至变得毫无价值 以上内容并不构成任何的投资买卖建议 主持人以及各嘉宾均为证监会的持牌人士 主持人各嘉宾以及本公司的员工 或者客户不排除持有上述所谈及的股票 投资者在决定投资前 应做出足够的风险评估 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寻求独立专家的意见